Hello 又到星期二晚的禁室不禁話 我繼續在這裡做客串嘉賓主持 因為實際主持分開兩口 詞觀大家見到千里傳音 在加拿大傳在這個視頻音訊過台 FORUM現場直播就看到訊號 另外美女主持Jolin 就是聲音導航的 對 我也有出鏡的 女王依然像貓貓一樣在養病當中 仍然像潮水化不想上鏡 雖然我們覺得她仍然很美女 但唯有覺得觀眾懸賤 大家讓她休息一下 讓她休息一下 稍後應該盡快上鏡 上次我們說到 今天禁室不禁話的禁忌話題 就是說香港人很害怕動亂 現在似乎核彈又離開門 侵侵似乎想在韓國動手 又打朝鮮戰爭 是的 但不只是說她想動手 是這個肥仔金本身都有很多動動 是的 肥仔金 又越兵又成 還說會試核彈 這個人也會試核彈 是的 那次官 你又是過來人 又是打劫你的經驗 還記不記得香港韓戰什麼光景 我那次比較幾年 就是一個小沖村 上海的風景中的反省 在韓戰當年 就香港的左派 是很激動的 嗯 就是這個康美文朝 是的 康美文朝 是 就是香港很激動的反應 沒有省港大馬公 那是這麼厲害的 嗯 嗯 我那時候是聰明 但是呢 聽聞呢 有幾樣事情很緊張 嗯 第一呢 就是 醫藥金運 是啊 聯合國金運 你不讓人進入中國 哦 是的 我也在這裡 因為呢 你這國老為 呢 為 圍堵這個 嗯 共產中國 嗯 那是 中國最重要呢 就問 任何西洋 還有呢 西方的法 跟他呢 所以 所謂的 漸居 甚至呢 都不問去 問的 嗯 因為這樣呢 等到另外一個學業呢 澎湃起來 走私 很多人在那裡 賺大一桶金 是啊 這個走私業呢 方面呢 就香港支持 你就沒有所謂走私 就不是叫水貨的 哈哈 是沒有水貨的 哈哈哈哈 那是沒有大飛的 沒有這些東西的 但是呢 因為正式 火車啊 公路啊 和宣上 美極更加不得了 差勾 所以呢 引致到 很多呢 雨船啊 或者是 通常有海路的 海路呢 就問了很多物資人 這些物資人呢 包括香港的 鄉深啊 或者是 現在國家領導人 前國家領導人 是啊 是啊 運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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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發達 還有聽過澳門一些很出名的 那些家族 那些家族都是有做這個行業的 很好做的 不只一個 不只一家 沒有很多人的 一個買很多的 很多人呢 這樣呢 發達 因為你幫忙呢 那在他們來說呢 就不是一種 就是 那種 抗美不潛的 就是 外國精神 外國行為 外國行為 現在呢 現在呢 現在我是選特首 哈哈 剛剛過了選特首 現在才肥仔金在這裡玩 啊 試導彈啊 他不幸運啊 當然 肥仔金過二呢 就當道 金日成 是 是的 這位大哥呢 其實呢 在中國現場是出生的 嗯 這個年度出生 印度人呢 他當是中國人都可以 嗯 即是說中國話呢 嗯 很厲害的 真是一個革命 熱情分子來的 嗯 第二代 第三代 就不知了 那些 細祖三細祖資料 嗯 嗯 嗯 但是呢 老爺呢 真是一個好潛的 嗯 在他 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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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將會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我聽到容易一點 現在比較難聽 現在聽不聽到 大聲一點我聽得到 哦 OK OK 因為網絡問題可能因為有些噪音 這次這個計劇就是分開幾乎的講 第一你看這位特朗普哥哥 第一件事先發了五十九響飛彈 炸這個隊 接著阿富汗就吃了他一個子彈之母 那個子彈之母 終年在那個網上都說 這個威力最大的世界 這個是非核武以外最大 用過在戰場上最大的炸彈 英文他們叫做MOAB The mother of Obama 就是所有炸彈之母 即是彈之老母 是嗎 哦 是 但是蘇聯有一個大概三倍是這個 俄羅斯就說那個是炸彈之父 是啊 炸彈之父 暫時未出過 暫時未正式戰場使用過 但是 次官都沒有說錯了 特朗普這次就是破例第一次 在實戰戰場上面使用這個MOAB 這麼大的一個炸彈 這麼大殺傷力的武器 而下去阿富汗的話 其中一個很重要原因 就是這個 三百噸 是啊 就像是這個試驗 就多一次是真的要用的 因為這個炸彈呢 其實它引爆的時候 它是在上空引爆 之後用它的威力去炸下面的東西 而不是落地才爆 原子彈差不多 是啊 在空中爆炸 是啊 這一下就變成了現在兩下示威之後 整個美國艦隊就駛到了朝鮮 等著會不會放飛彈 也沒有人知道 但是為什麼這次兵空戰危呢 證實了中國自己也有大量軍隊調動 好像調了20架潛艇 另外再加上潛艇 封鎖海域 所以基本上已經兩邊 老拔劍章了 但是呢 還有一個第三方格 大家經常忘記了 俄羅斯 也都派了艦隊 訪問虎山的 很奇怪 這麼巧 而日本呢 也都已經宣佈了 會和美國 就是共同演習的 是啊 基本上所有周邊國家已經完全認識 其實是很緊張的 但是我覺得最慘的 就是南韓那些人 因為他們在中間 但是就有這麼多大陸 到處圍著 但是如果北韓要搞 可能他們最容易是搞南韓 嗯 所以就是這個地緣政治的問題 1950的次官都記得 那一年都是南韓 都無緣無故被人拔獲金 是啊 哈哈哈 市官說金日成的革命領袖 哎呀沒有說錯 其實當年中共和這個北韓 都很有淵源的嘛 是啊 似乎大家都忘記了 為什麼毛澤東對這個金日成 這麼友好 攬頭攬頸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當年這個中共起家的時候 東北的戰士呢 其實主要是靠這個金日成的北韓的力量去支援的 嗯 也都有一個說法呢 就是說 其實中共對國民黨的內戰呢 朝鮮那邊都派了志願軍 去幫毛澤東打國民黨的 而當年的朝鮮志願軍呢 是由這個蘇聯的訓練和裝備去支援 所以為什麼這個毛澤東和這個金日成的關係 就是密切到像金兄弟那樣來的 是 哎 那變成了南韓現在沒有辦法阻磨心了 剛才阿朱琳說了武力 這個武力呢 為什麼會覺得戰文密報呢 你看看呢 美國呢就有十一艘航空母艦 十一艘啊 全世界最多的了 十一艘之中呢 有四艘 四艘航空母艦的艦群組啊 嗯 已經呢 在這個 北朝鮮和日本中國附近這個海域呢 已經到位了 沒錯 你知道呢 不是一艘航空母艦 一艘航空母艦呢 一艘航空母艦呢 帶很多東西的 整個戰鬥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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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捉海軍陸戰隊 或者叫做海軍 或者叫做海陸空三軍戰旗 是啊 很多根尾的啊 整個戰鬥群啊 整個戰鬥群 一艘 我現在講一下 每一艘航空母艦呢 裡面呢 吃飯啊 都吃 吃窮鯉啊 是啊 不是開玩笑 是啊 吃飯入油都吃窮鯉 嗯 何況四隻 全世界有十一隻美國 嗯 那中國也有一隻 有啊 那隻也都 有一隻羊板 哈哈 那隻遼寧號都 下姐 你聽聞說 就一兩隻在做 不是漏水的那隻 那隻東西 有行A交通筆水的 不要緊的 是啊 是啊 那麼 這個航空母艦群呢 只是真真正正的 戰鬥群 因為為什麼呢 它有驅逐艦和巡洋艦呢 那些可以放飛彈的 嗯 嗯 那這次最重要的一個 特朗普的任務呢 特朗普的想法呢 就是 封鎖了和制止 北韓的核子 嗯 那麼金日成呢 就不只不愛父子 什麼都不愛 全身不愛 都要核子 哈哈 哈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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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 給那些麵呢 就吃剩 牛油麵包 就放進去 那邊呢 就直接餐餐不夠吃 那怎麼打呢 因為打下去 但是我覺得他們 其實未必是在於會打 而你是最怕他們 會用一個炸彈的一下子 會打去哪裡呢 現在最難猜的是什麼家科呢 就是 打我就覺得沒得打了 我覺得大家都不太想打 是啊 好像打這個show hand 大家鬥大力 我蓋你的牌 是啊 你麻煩你收起來 因為其中你看到 中國的影響是很會死大 先前都已經報導了 中國正在勸阻肥仔金 叫他不要再試導彈 包括了切斷經濟援助 他們中國已經停止 進口北韓出散的煤 沒錯 如果是最大中北韓的外匯收入來源 也就是飯都沒得吃 連飯都不給你吃 麻煩你不要再搞這種 嚇死 那中國已經表態 問題是肥仔金 依然是一意孤行 這個鬥癲 始終肥仔金 跟他父親和爺爺 他必確沒那麼容易聽 這個中國說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 奧巴馬做總統那八年 其實他某程度上 他對於北韓是沒有 比較失業了 對於北韓 因為之前 他優先不是在那邊 哈林頓或者其他之前的總統 起碼會肯跟北韓談得比較多 會比較多一些外交 但是 美國裏面的說法就是 覺得奧巴馬這八年 反而拒絕了他 直到特朗普現在上任 就開始聯繫下去的時候 別人已經不聽你的貴 因為以前 美國跟他談 他談話就說 我發瘋了 你不給我要的東西 你不給錢我就發瘋了 但這次 特朗普第一 不會在他面前 低聲是說 我給錢你收聲 I give you what you want 所以這次我覺得 這個情況已經是 跟八年前 甚至四年前 是非常非常不同 非常不同 這個絕對是沒有說錯 原因就是 你看他老爸金正日才算 金二世 都是傻的 外星人一樣 他老爸金二世 金正日當年都傻傻的 但有一樣東西 影響那麼大 他怎樣發瘋也好 當年他都做不到 這個原子彈 也做不到遠程導彈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金三世 這個肥仔 居然解決了這兩個大問題 沒有人看著他 一回事 他自己玩 玩得到 即是禮珍 又搞地下核試 又射導彈 扔到日本海 諸如此類 而這些事情 都是先前他老爸金正日 是沒有做得那麼明 所以 也難怪 說 又是兩個傻佬都發瘋 你說克林頓也好 之後奧巴馬也好 第一 顧自然的優先 不是擺在朝鮮那邊 當然 變了他還有大把火頭 要救中東 捉拉登 然後打伊斯蘭恆國 然後教南海 敘利亞 這幾年 變成了美國人的精力 不是擺在朝鮮那邊 也有一個說法 就像張蓮說 為什麼今次這個金三世 會發瘋 就是扭計 沒有糖吃 是啊 因為之前是有糖吃 你看到那種外交手腕上 經濟支援 以前克林頓厲害很多 你們記不記得 有一個很出名的美國記者 兩姐妹都是記者 姐姐叫Lisa Ling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但當時是入北韓採訪 之後被北韓拘留了 很慘坐牢 都是要克林頓親自周旋 才可以接他回美國 你可想而知 當年其實 克林頓執政或那個年代 他們跟北韓是比較密切很多的關係 我敢說 今時今日如果再發生這樣的事 人家是不會再買你的帳 因為你本身 美國執政的人 或者上一屆執政的人 都跟北韓沒有這樣的交情 是啊 其實這幾年還是交惡了 所以現在變成金三世非常過癮 另外一個看法給大家聽聽 這個看法就是我另外一個老友 叫馬鼎盛 馬鼎盛 是中國的軍事專家 這類行人很熟 我記得北韓試第一次地下核試的時候 我們在其他的官台節目都有談論 肥仔金 嗯 究竟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剛才你的問題 為什麼這麼厲害 他爸爸做不到他 他做得到呢 嗯 馬興所言 就說 不是 那個地下核試是假的 哎 不是核試 是很流的核試 就算是核 不是核得那麼緊要 即是雙架狗 催的 只是雙架狗 都是有爆炸 不是核子彈 是 根據他的經驗 看回那些 微修 看回那些 核複射啊 爆炸的 威靈等等 就沒有成形的 嗯 就是他的看法 嗯 為什麼肥仔金呢 本身 都要做一個 不要任何東西 只要核子呢 嗯 這個呢 你要看看他的那個背景 嗯 肥仔金呢 就 他爸爸死得很突然 嗯 是啊 一來呢 就算壞了 他還有兄弟 兄弟都被他掠掉了 不用說 是啊 另外還有很多 部長啊 其他軍隊 都掠掉了 都掠掉了 是啊 都表情不順的 都被他一一掠掉了 掠掉了多少呢 不知道 嗯 還有沒有殘餘呢 不知道 那些顧命大臣呢 個個都盯著這個位子的嘛 嗯 那他一定呢 要做兩樣東西 第一呢 一定要發展 他爸爸未曾做到的理想 就是核武器 以及激州飛彈 嗯 抓住這兩樣東西呢 就有得站起來 不是呢 他整個北韓 朝鮮就不用站起來 他自己都不用坐坐位 就是有幫胡地位 嗯 沒有啊 第二 他一定要製造到全朝鮮 在一個戰爭狀態下 嗯 每天都緊張 嗯 這個呢 中國歷代歷史都有的了 嗯 你如果這樣的 繼位的 年輕人二十幾三十歲 如果不製造一個外敵入侵的緊張氣氛呢 就不團結了 自己的位都不保了 沒錯 嗯 嗯 那大家要同心啊 如果安定繁榮 嗯 就沒有所謂了 嗯 民主政體有沒有所謂 他這些是獨裁政體 嗯 所以 兼監呢 得其位呢 都要靠庫命大臣的 嗯 嗯 所以就不整大個 不整大個框呢 不整大自己那個 裝定那個雞龍呢 就很難 哈哈 就是要打棚 是呀 要打棚 是呀 要打棚 哈哈 嗯 但是這次呢 嗯 給了這個 特朗普呢 這個特朗普呢 這個特朗普呢 嗯 他呢 傻的啊 是呀 他真是傻的 那你 你怎麼戴呢 你這款派怎麼戴呢 就是他呢 都頭痛過你 就是傻老豆瘋 據報剛剛提到這個射飛彈 就是炸敘利亞那一下 那個情景是什麼呢 是很有戲劇性的嘛 就是阿次官都想不到 這個劇本出來 就是跟這個習近平 在吃甜品的時候 一邊吃甜品 一邊說 我炸了敘利亞 哈哈 哈哈哈 就是你可不可以想像 那個情景的時候 就是近哪一個歷史場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是當年這個 羅馬皇帝 尼陸 暴君焚醒的時候 整個羅馬城在燒眼 他又坐在陽台上彈樹琴 類似是這樣的氣氛 就是癲佬一鳴 而且他很想展示自己的一種 很強很厲害的姿態 其實他告訴自己 你看一下 敘利亞他們有三發武器 我們就炸他 阿富汗 ISIS 我又炸他 現在北韓我也有本事做 但我其實有點懷疑 如果三個火頭都辣著 其實美軍的能力 是否完全應付得到呢 但是我覺得 都是有些人是一個疑問來的 現在 這個可能要問阿馬定成 阿次官三號 麻煩你叫他 指點迷走 其中一個說法 一根本見到 東方有個專欄出了 就說美國是沒有可能 打到這麼多場仗 分析就跟他做這些一樣的 就是說你這麼多火頭 如果你真的要打地面戰的話 美國是沒有可能兼顧到這麼多地方的 甚至中共有可能 誠勢反攻你其他要害 例如說了台灣 是啊 有這個說法 有這個說法 問題是 大家看看怎麼看 稍後跟香港有什麼關係 很過癮的 大家都沒有留意 跟香港很直接關係的 再說回那個情景分析 到底美國都敢不敢炸北韓 炸北韓和打北韓是兩回事 因為如果你看他對付敘利亞的招 對付伊斯蘭國的招 美國都要做的 他只是要出動巡航導彈 或者戰斧導彈 去炸你的導彈基地 和你的核設施 就已經叫做完成任務了 而以那個巨型炸彈的威力來計 他炸的核設施是完全沒有難度 所以基本上 如果純粹美國人 是要打這個所謂 不要說斬頭戰 純粹搞破壞 基本上一瞬間 去防彈基地和核設施 還有些人有點忽略了 其實北韓也有很多生化武器 chemical weapons 什麼都有 這些人經常講 這些人經常講核武器 但問題就是 如果北韓瘋力上來 他要去周邊的國家 其實他用化學武器 很容易射到過去 入管韓國的周圍 其實有一個講法叫Dirty War Dirty War的意思 就不僅僅化武那麼簡單 更拿名的就是 低技術的核污染 例如核廢料 他要扔過來 都會死 他不用真的落核彈 他要叫做 《適合瘋彈》 沒錯 《適合瘋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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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爛仔事 你做得出的 我相信他實在有出 還有中國要很小心 如果朝鮮半島發生什麼事 用什麼很多難民湧過去 這個都優先講了 中國已經表明了 所以大家近來 傳中國在邊境報防 那麼多軍隊所為何事 就未必真的要和美軍打過 但肯定要去維持秩序 因為中國說了兩件事 他不能夠接受 第一 就不能夠被朝鮮半島 核污染影響到 東北的基地 第二 也不能夠容許 北朝鮮的難民 大量擁入中國 造成這個動盪 所以中國報防軍隊 是預防性質 甚至可能維持秩序性質 是無可厚非 以戰輪戰來計 但至於會不會真的和美國人打呢 這真是拗暴露了 還有另一個比較技術上的問題 就是特朗普現在走去 譬如說他去砍敘利亞 或者阿富汗 他用一些是他行政上的權力 但他真正是做私潮打仗 他怎樣都要經過國會的 但也有一些 我聽了一些美國的專家 有說過 就是如果他真是很堅持 他可以跟總統一百個高層 一些専業的總統去協調 或者可以令到他做到很多事情 這是緊急處理的犯 即是等於上次他炸敘利亞那一盒 其實都沒有授權的 問題是他說緊急 有化毛 北韓這次如果你是所謂的 pre-emptive strike 即是未有時事已經去做 所以這個triggering point 就是肥仔金會不會試核爆了 如果你試得到 他就可以緊急去做 沒錯 如果是特朗普自己去先發制人 他就沒有權這樣做 或者美國起碼你要跟國會說 或者美國那邊的人一定會有很多事情 就是會懶惰 會反對 所以這次掀法動全身 就是中、美、俄、南、北、朝鮮 全部捲入了 那上面就是看肥仔金會不會發瘋 禁制 所以有些人說 第三、四大戰已經聚了幕 不過講給兩位聽 我去過一個冷戰 要私人冷戰博物館 這個在哪裏呢 這個在立陶宛 在近著波羅的海 Latvia 三國之一 當年是蘇聯 所謂加盟共和國 其實是硬硬掠奪了它過來 侵略回來的 所以 我很不喜歡加入蘇聯 還有很不喜歡蘇聯 我去到這個所謂冷戰的博物館 其實就是一個當年的飛彈基地 一個攜帶原子彈或核子彈的基地 我去到這裏 感覺到像尖士幫拍戲的大拖 很有氣氛 很有氣氛的 那裏我領略到其中一點就是 原來核戰是很殘忍的 當然 因為 除非不按鍵 除非不炸 一炸 炸完 即是說 所有的核彈 第一手就出光了 為什麼出光了 因為 免得你還擊 你中間避得一個不避得第二個 瞄準你的核裝置 或者你主要的軍事建築 或者軍事基地 就一波 在幾秒鐘 或者幾分鐘 或者一個小時內 全部殲滅 等你沒得還 但因為核爆 引致到核雲 就變成一個 世界 就變成一個 自己人造的冬天 核子冬天 這樣 就真的死得很多了 現在牙煙在什麼呢 現在美國人如果要打不韓 就不會好像我們這樣想 就派陸軍上岸 沒有得上岸 沒有得上岸 沒有的 沒有的 即是核 試過越戰之後就知道 一來一煲 就全部 按了這麼多彈 飛去就炸了 炸到你整個 變成一個爛地為止 死傷無數 不用問 如果有核彈 這個北韓 金仔有核彈 都沒有了 金仔自己沒有了 整個全國都是忙的 不是這麼簡單 真是亡國 真是亡 真是亡 成塊變成焦土 後面有排 幾十年都撿了 撿了回來 比那次日本海嘯 有一個核電力廠 那個核電力廠 被毀 所以這部 就是剛才 蕭公子說得對 大家 鬥大聲 玩速器 在海外出賣 這些就是 如果真的要 展示自己的實力 這波是很稠的一個措施 其他 你說 你說 你會不會參與 不知道 我覺得這次最牙烟 就是平時 其實以前會玩 叫做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Political Brinksmanship 就像說 你鬥大手 你誰可以推到 可以去到最極限的位置 大到一個位置 大家玩那兩個人 不是理智的 你明白嗎 你玩Political Brinksmanship 是因為 你可以在理智之內 是覺得我可以去到幾盡 有一一點 是Tilt the Balance 改變了一個平衡點 為什麼次官說 可能肥仔金還是那種思維方式 就是所謂冷戰年代的思維方式 當年美國和蘇聯那個冷戰的對峙局面 是如何維持平衡的呢 我們有一個恐怖平衡 什麼是恐怖平衡 就是次官說的 就是Guarantee Mutual Destruction 就是確保雙方一起同時毀滅 同歸要盡 同歸要盡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恐怖平衡 就是大家不會爭打 但是後來發生了什麼事 改變了這個平衡呢 就是美國人的科技進步到一個點 就是開始有飛彈防禦系統 就是你要放飛彈過來落核子彈 但是我可以半空攔截你 也就是說 你是沒有可能Guarantee我會死 但是我可以Guarantee你會死 除非你有攔截系統 但是金仔沒有的 很明顯的 所以這是一個不對稱戰爭來的 又不是只是說 金仔如果說出現恐嚇 作為玩show end 我就不炸美國 我炸南韓 但是他現在是發爛炸 問題是美國人 一早已經部署了 薩德導彈系統 不要說美國人不聰明 也就是說 未攻擊之前 如果看孫子兵法 就一定是先為不可勝 立於不敗之地 他才會打你 為什麼川普敢死這麼狼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認為自己 那個飛彈防禦系統 是足夠令到肥仔金 沒有辦法發爛炸 你想一下 如果在這場賭局裡面 他拿著四條煙 明知道你自己爛牌一副 他不帶你 什麼時候帶你 為什麼今次看到美國人的反應 跟以前很不同 黑林頓那個年代 還哀聲下氣去說 如何 就是以和 但是你會發現 川普已經不再理會這套 其實奧巴馬的年代 相對來說 已經不用理會 正正就是科技不平衡 所以今次發覺 其實中國和俄羅斯 所做的事情 是好過別人 是對應這個策略的 所以為什麼 你倒推幾個月之前 為什麼中國發瘋 南韓一部署的薩德系統 會這麼大反應 反韓 正正就不是因為 它攻擊中國的可能性 而是防禦系統 問題就是 當你沒有了攻擊力的時候 你明白嗎 即是老虎被人剝了牙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就沒有牌去帶人 現在見到結果如何 美國都快要帶你 所以中國這件事 是可以了解 怎麼會變成發瘋 因為防禦系統 發瘋 就是為了這個原因 就是戰爭的對峙狀態 你要說勢軍力敵才行 當你隨便 是有辦法不讓你大 你就已經 因為實力太懸殊 太過懸殊 太過懸殊 但是這次 俄羅斯介入 看著了 所以你發現 俄羅斯這次 派出所謂 訪問友好的訪問艦隊 最主要是 什麼設備 是攻擊艦為主 而不是航空母艦 什麼攻擊艦呢 是專門對付 航空母艦的攻擊艦 你看到那些牌子怎麼擺 大家對著 但你不要亂來 是啊 也就是說 很個人的情況 唯一有可能會發生的 如果你用這個所謂 遞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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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到什麼呢 第一 沒有可能美國人會派出地面部隊 不會 美國基本上不會 第二 航空母艦戰鬥群 也都未必會出 否則的話 你解釋不到 俄羅斯派對 這樣幾個東西 來又做什麼 你看看 也都很難說 派出所謂的艦隊 兜毒 包抄北朝鮮 因為中國已經部署了 潛艇艦隊 所以大家的軍事部署 是完全sensible 因此用了遞減法的話 就只有一個結果 就是美國人 是會用巡航導彈 炸掉肥仔金的玩具 所有的導彈基地 都會炸 但是會否造成極大的社會震盪 這就沒有人知道 原因呢 他真的不會出地面部隊 不會 因為你卡在伊拉克上的教訓 其實美國人本身都不想再 作為這些無謂的犧牲 對他們來說 禁刀製打仗 唯一的地面部隊的可能性 是什麼家科呢 就是肥仔金髮爛 用地面部隊去報復南韓 對 因為始終首爾同那個 這個邊境是 兩小時而已 對 五十里左右 兩小時而已 很快到了 是啊 那我就覺得肥仔金的戰略呢 如果這樣做呢 就會激怒了中國的 是啊 剛才你說過吃甜品的故事 就是下決的 咦 下決呢 就是特朗普在吃甜品的時候 就跟習近平說 喂 我在炸59個飛彈呢 就去招呼 對你啊 是 因為他呢 就做一些殺害兒童的 化母 沒錯啦 炸彈 還有呢 那些髒東西 麻煩東西 所以我去消避他 你炸不炸成啊 哈哈哈哈 這句說話呢 就 習近平呢 習近平 總書記呢 就 來了幾秒鐘了 哈哈哈哈 被瘋子大到 是啊 那這句說話呢 如果你有看小弟那本 絕作呢 三十年前呢 有一本叫做 三國啟示錄呢 他就馬上會回答 可惜呢 習主席也好 總書記也好 就沒有看啊 沒有看就不會回答 看我就很會回答啊 我就會說 我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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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不是等於贊成啊 又不是反對啊 當然呢 就是這個劉備呢 就在白門樓的時候呢 裏布呢 就上去 被曹操捉了 想砍他 嗯 那裏布呢 就 兜口兜面就問劉備了 你夠不夠我先 我以前救過你一鑊的了 你先看我先 劉備怎麼回答呢 然後呢 就被人出聲 押頭 點頭 嗯 點頭之後呢 就走去了 接著呢 裏布呢 就被曹操殺了 斬頭了 那裏布呢 就 臨死前就大罵劉備 你這個壞人 你這個大耳牛 那隻很大隻耳 大耳牛呢 黃一撫二 黃一撫二 言義無信 言義無信 劉備少許不出聲 那我就篤穿這個 二千多年前這個劉備所謂 他押頭是代表聽到的 沒有代表答應 所以呢 華麗開會呢 你記住 那些同事呢 押頭不是等於他贊成你 他是聽到的 沒有說yes 所以呢 Jolie你記住 是 結婚呢 那個男人一定要說 我願意出聲 哈哈哈哈 那個點頭呢 就是他聽到的 聽到那個神父 聽到牧師說的 他沒有答應你 所以一定要出聲的 我願意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呢 就近來沒有看一點點 所以就不懂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他回答了OK 他說OK 他真的OK的 很愚蠢的說OK的 所以他在外交上還沒有訓練 訓練到 柱變北京 那種狡猾 而且他平時呢 看不到劉備 劉備是 劉備是押頭的 他就押頭 或者我聽到 鬼佬有說法的 鬼佬就是 我聽到什麼 我聽到什麼 哈哈哈哈 而且我覺得那次 現在呢 他OK了 就是說呢 下次 這個 Trump Trump 又去炸這個 北韓 大條道理 北朝鮮的時候 他怎樣呢 為什麼那時候 你是贊成 炸敘利亞 現在又不贊成 炸北朝鮮呢 這裏呢 就是大法故事 就是這樣 嗯 雖然肥仔 如果真的夠膽 使禁制 試核彈 或者射飛彈的話 就 自焦滅亡 是這件事 但是就肯定 打不成 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條數呢 這條數很難計 為什麼呢 美國佬 如果針針 下一步呢 就要你消滅了 所有核裝置 所有核的設施 有少少作為的 提煉油 二三五的廠 或者其他 做了的 飛彈 長程 短程 中程的 基地 一剝他的牙 嗯 他一剝完牙 自己沒有牙 自己都釘了 嗯 又是一隻 學讀器 讀回 那些手下讀回他 哈哈 他到時肯定內亂 不用問阿貴這個 是啊 中國已經 預了有十幾萬大軍 去維持秩序 可想而知 一定要 是啊 你南韓也要用下來 你不知他 迫虎跳牆 所以呢 後面這套 好看的戲呢 嗯 嗯 怎麼樣呢 嗯 又要減到好處 使得他 玩些美 老闆 好容易玩敗了 我覺得 玩大玩大了 苦了是苦了 別人其他地方的人民 其實美國 歷史上 有一次二次世界大戰 他就好了 永遠 雖然現在這個地球 你要射一隻飛彈 射到哪裡都可以 但是他以前的 由他以前的 isolationism 就是一次 二次大戰 他永遠都是隔了太平洋 隔了個海 有什麼事是搞你的地方 是啊 他來搞你的地方 好像今次 學你或者是 可能整個牌子擺出來 你北韓是沒有辦法做到什麼 但是他要搞一搞你南韓 其實也不是很難 如果他真的要 不難 南北韓也是少 最大的國際影響因素 是中國 是啊 現在全世界 除了中國 真的沒有什麼 哪裏有經濟增長 那大家經常說 怕枝爆 其實 這個 所謂朝鮮的對峙 反而是最容易造成 所謂枝爆效果的 你想一下 他到底是抱著肥仔金 支持他 還是換了肥仔金 擺另一個 金四勢下去 肥仔金不聽話 你把金四勢下去 你依然是繼續南北對峙 是啊 那你沒有可能說 拆掉北朝鮮 給你南韓 統一了他 沒有可能 沒有 那這個對峙 不會說 在今次危機解決之後 會消滅 是啊 即使美國佬可以叫到聯合國進去 拆掉核設施 繳了他的鞋 並不表示北朝鮮會就死消失 但是最慘的是 如果發生了這些事 之後去收拾那個局 那個爛尾的問題 那美國已經有一個 記錄了 即使這件事 我也覺得肥仔金是瘋的 但是很多地方都讓你看到 很多殘局 我覺得慘是慘在 朝鮮半島的人民 這件事令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很 Jolin就是菩薩心腸 跟呂王一樣 美女總是這麼有愛心 因為我覺得最害怕的是 我看到一個效果就是 我冷血到結冰 當他是核氏 你去打他的時候 肥仔金這種人的性格 我覺得他就算跌到地區 都拿回衣服 他都會找些人 抱著跟他一起死 你明白嗎 他一定會找些最無力 最無法反抗的人 去抱著一起死 我怎樣也要殺他 他怎樣也要殺他 他怎樣也要殺他 如果不構成戰士 的話 他自己是來亂的 肯定有牌拖拉 我不知道會發生的 肯定會 但是為什麼說 剛才跟香港有這麼大的關係 其實次官一早已經踢爆了 當年韓戰的時候 香港多繁榮興盛 不要說我們發國閒財 1950年的時候 1950到53年 但是這個抗美援朝的戰略物資 已經製造了很多富豪出來 次官都說了 國家領導人也是 然後就繁榮了 對面梳打浮 錢去哪裡洗鑽 很明顯看到整個形勢 就是說 假如這個東北亞發生戰爭 甚至是嚴重的軍事對峙的話 你肯定就是整個亞洲的經濟會混亂 所以又見到一個很過癮的部署 大家經常忽略了這件事 就是如果有留意 習近平上個星期的經濟講話 忽然之間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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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西北的發展 如果你看一下忽然之間 他們廣東的訓話是什麼家科 就是所謂大灣區經濟概念 但是忽然之間 這個大灣區經濟概念 就不只是跟這個長三角的分庭抗禮 而是簡直說 要做中國經濟改革 和這個佈局的 排頭兵 為什麼會這樣的佈局 忽然之間 大家都很驚訝 其實反過來 如果早些 大家去請教習慣 就會水落石出 就是說 假如有什麼移屋 你不會再當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轉口港 對不對 那變成你會用什麼地位 來處理這個經濟難關 不都是靠香港走不掉 問題就是用了整個大諸三角來配合香港 也就是說中國 預算了一些很過癮的東西 就不只是指當年 所謂禁運戰略物資的衝擊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物質層面的東西 而是中國現在最頭痛的 國際金融 但是他怕金融動盪 他怕你出口平衡 所以忽然之間 他發現習近平是兩手準備的 在北亞那邊 大軍部署 確保你維持秩序 另一種秩序 你看到他是動手的 他真的抓回香港出來 麻煩跟廣東一起做個排頭兵 幫中國繼續解決他的經濟困難 所以他預算是會有同堂 很過癮的 這個本來的計劃都是這樣的 不過現在再加重 加重了 本來的計劃都是這樣的 本來這個 朱三角和長江三角都是一個重鎮 但是你要知道 兩位 當年呢 五零年至五三年 韓戰時候 香港除了這個物資上的 一種 禁道塵倉的方式之外 其實呢 英國人很奸搞的 在這個地方 也容許 各方面成為一個buffer area 這個buffer area 就是說 容忍你各方面在這裏 交換他的情報 緩衝區的嘛 對 好像不像buffer 你知道呢 當 這個沒有人寫香港間諜市 如果有人寫香港間諜市 那三年呢 剛才你說的那三年 是非常豐富的間諜市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即東方 Casablanca 哈哈哈哈 我都聽過人家有說這件事 特別摩星兩神的定治報 你聽你八爺都說過 那些這麼神秘的東西 這個Casablanca 是的 香港呢 匯聚了蘇聯 中共 台灣國民黨 英美 和 朝鮮南韓 所有 八花齊荒 其實全世界的黑錢都有來的 那聽話收水呢 其實第一個 哪個最好處 就是造莊的最好處 造莊是誰 英國人 是 英國人在這裏造莊 他喜歡 他就是幫你手 不喜歡 立刻托你 立刻托你 政治部可以隨時托你 趕你走 什麼聲明 聽一下 很多情報呢 他任你在中間發揮 但是 他又控制著 這件事呢 嘩 不只是 剛才蕭官主說的 不只是經濟這麼簡單 還是一個掌握權力的很重要機遇 就是這個機遇 就使得 他暗中的那隻手 看不到的手 掌握著整個東南亞的軍勢 這個很重要 這個呢 將來 你韓戰會不會對峙 會不會再有一個發展 這個呢 香港呢 今次造莊 就不是英國人了 今次造莊呢 就是我們偉大祖國 阿習 阿習核心了 他都正 這樣呢 除了經濟之外 政治都是一個中心 情報都是一個中心 嗯 嗯 種種呢 經濟和政治的情報都是一個中心 他掌握這些東西 好過他真真正正的給了錢 嗯 所以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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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說你提到這一點呢 我補充了這個 非物質 非 非銀 政治上的利益 是 嗯 很大的利益 給錢更重要 大哥 你的話語權 這真是國家大事 又說 射過來香港 不敢說 有人是這麼說過的 唉 射過來香港 有沒有射到這麼遠 我都成問題 哈哈哈哈 射都截了啦 中間 哈哈哈 真是不知道 真的 不用擔心 這件事 很少問題 但是呢 逢是亂呢 香港這個福地呢 就中間 飾演一個 這樣的 Buffer Area Buffer的角色 這個Buffer呢 佔盡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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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要說 地產 金融 每樣東西都佔盡 所以呢 不用特別擔心 哈哈哈哈 那 唯一是擔心一些 還以為拼命炒賣會發達的那些港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又擔心呢 少了一個地方去看櫻花 哈哈 現在很多人呢 就早轉去韓國去看櫻花 韓國去看櫻花 南韓 沒有了制收檔 那怎麼辦呢 唉 他們只是覺得少了一個地方去購買的 是啊 得鬼閒他們關心國際大事啊 但是衝擊是會有的 有的 有 有機會弱乾程度是會有少許洗牌的 怎麼這樣說呢 阿次官說的 那個經濟大好形勢呢 不一定是跟你說現在炒樓那隻嘛 不是 你明白嗎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插著樓 幾層樓 好 然後供銀樓那些 如果忽然之間銀行收水 或者加息會發生什麼事 我未見過打仗的時候 你的樓價會起的 是啊 那些人經常說 地產最危險的就是打仗和政治不安 磚頭呢 我很多年前聽過一個 跟朋友聽過一班 那些什麼風水佬 或者看相機佬說話 他就說磚頭是最好的 但除了就是戰亂和政治不安 沒什麼而明 凡凡經過戰亂那些 你看看幾十年前那些老一輩 甚至越南那些 要走爛那些 其實他們怎麼會跟你買磚頭呢 他只會帶著一塊金的 是啊 現在就帶著一塊金 經過戰亂的話 心理是很不一樣的 這麼簡單 所以見到今個星期的黃金 都是這樣升 正常的這個是 是啊絕對是 正常是的 那你債也會升 是預了的 是啊 所以變成就是 要看香港的經濟的話 我不知道那些港豬 懂不懂看的 很奇怪 沒有什麼世界觀的情況 大家來講經濟 都不知道人跟他說什麼好 但是那些港豬 都是覺得錢是說 大陸錢如言不盡 下來炒嘛 不用怕的 看不到會跌的 只不過是因為那些錢外途 這個我想都不會reverse 那人外途出來的話 那些人都不是傻的 難道他還會把錢放在鑽頭嗎 是啊 他買到外國的鑽頭 極其量都是買美債 是啊 或者買其他東西 那想問就是 那個洗牌有機會出現 出現成什麼樣子 那麼拭目以待 因為其實每天都不同的事情發生 你想想上個星期 我們本來都是想說 阿琛琛和習總的 但是今個星期 已經變成要說阿琛仔 即是政治的一個星期 已經太長了 一天都嚴長 問題現在正正就是 他一百零五歲 冥壽 今天整個星期 會不會趁著這個長週末 這個Easter holiday 哇 爆鍋大了 不知道 記住今天星期六 今天星期六走了半 還有兩天 是啊 還有兩天 這個不是外人 是瘋子敗壽 是啊 這次是瘋子敗壽 但是剛剛提醒一件事 就是 兩位可不可以說一下 這個 United Airlines的事件 這個聯合航空 非常熱門新聞 其實很多人都說過 我自己有一個觀點就是 我希望大家去看這件事的時候 可能我又說回李珊芬 我是一個 即是外國長大的人 我又收到大安周圍 很多是一些 有色族 人種也有 白人也有 我很記得這件事發生 今個禮拜 可能是星期一、二發生的時候 我第一次接觸這件事 就是在Facebook 有一個朋友去share 一個不知道哪裏是太陽地東方 就說 他們聯合航空歧視亞洲人 因為這樣 但其實整件事是未了解的 我自己覺得這件事 我想很多聽眾或者 都有聽過 但我覺得這個重心 不是應該放下去種族問題 對我來說 這個問題是 第一 是聯合航服務 以及他們態度的問題 究竟美國航空機的法律 是沒有權利用這樣的暴力 去強行逼一個乘客下飛機 還有就是有四個乘客 被人抽中下飛機 是不是因為亞洲仍然要抽中他呢 有人說 因為其實要看回 有些人是frequent flyer 可能有些是會員 或者看看你買那張機票 你給多少錢 因為一張機票都有不同的價錢 你用不同的時間買 但我覺得很多人 好像大陸微博 甚至香港一些人 就一直說 歧視亞洲人 歧視中國人 但其實那個人 不是中國人 他是一個越南人 他去了美國很多年 以及被人歧視 是他自己說 當然我不清楚 那件事是否真的有歧視成份 因為人家怎樣想 怎樣篩選出來 是那間航空公司的事 但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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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件事是化大為一種種族的矛盾 我覺得 就模糊了整件事 應該說的地方 是的 而且的確 那個真正的問題 是聯合行人發瘋 是的 其實後來 有些朋友 都分析了整件事 即是錯就錯 為何加科 就是為何會牽涉到 有人穿著警察的衣服 上機 抓人 其實那些人 那些人 還要穿著那件衣服 是 很過癮的 即是那些叫機場的保安 其實不是警察 而發生了甚麼事 即是 那些程序是甚麼一回事 就是 就是聯合行人 overbook 正常 overbook很正常 不過接下來 例如我愚蠢 就要隨便選擇 那些人換位 那些人很傻 你坐在那裡 為何要找人換位 其中一件事 可能是周年所說的 就是 如果你都是overbook 但是你不是priority 明白嗎 只不過是先上機 但可能overbook 買到飛的那些人 可能是frequent fire 可能是金卡會員 他是有優先使用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即是很機械地計算 那根據聯合航空那條 很機械的計算方程式 你就要坐下 那些人換位 你不是一個priority 低一格 只不過你才上機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發生了另一個過癮的轉捩點 就是聯合航空 跟回他的所謂乘客合約 就要你下機了 就中了 那有一個人就不肯了 就是這個 因為有四個 這個Dr.David Dow 就是第四個 另外一個 好像就是他老婆 另外兩個是一個雙方 但就不是雅裔人 那叫他們下機 其實其他那三個 他會給Voucher 那時候其實整件事就是 overbook了 四百元去到八百元 整個機械都沒有人肯下 但他們想像四個位子騰出來 因為他們有些 他們本身 其實那個不是聯合航空 那班機 其實叫Republican Airline 那他們旗下的一些 subsidiary 是他們的子公司 一起co-share co-share 就叫說 要給那四個 他們的可能空服員 因為他們第二天 在Louisville 有一班機 需要這四個人 如果沒有這四個crew 第二班機 就可能未必起飛了 那他們就叫他們 可不可以下機 沒有人肯下機 那他們就叫 就是要找人來下塔 唯一這個醫生 他就沒有合作 因為他說 他第二天要去 在Louisville 要有病人等他看 是不是 那他不肯 那發生了這個衝突 那衝突也跳了一個步驟 是 為什麼會有執法人員 上機這一下子過癮 不是private的 issue已經是 不是 因為聯合航空 就已經說了 你根據乘客合約 是 你是要下機的 他就陪給你 就隨便抽中了 那如果你不肯下機的時候 就觸發了第二件事 就是說你影響飛機交通 你明白嗎 這個才是轉捏點 就是說 不是說你是不是亞裔 不是說你是不是作反 不是說你是不是私人問題 又是你不肯下機的話 他的機器就堵了 他不能飛 你一不能飛的話 就變成了 你就有人擾亂交通 你不肯飛那一刻 那件事已經不單止是 那個航空公司和乘客的問題 當然是所謂的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的問題 航空的問題 然後就叫了 機場保安上機 抓人 衝突就是這樣發生的 所以整件事的 sequence 就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簡單 而唯一被人摩擦到糾翠 肯定 又是 減掉其他東西之後 聯合航空真的很誇張 但為什麼會這麼誇張呢 大家忽然有一個很過癮的歷史原因 你只有Monopoly才可以這樣做 有沒有留意 為什麼他會有一種壟斷的能力 鬼妹仔 忘記了 其實就是因為過去十年前 美國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經濟衰退 而那個經濟衰退 是導致很多航空公司接近破產 因此很多很大的航空公司 已經消失了 梵美 消失了 Delta 三角洲航空公司 很多大型的國際航空公司 在那個金融風暴落 而美國政府的做法 就跟舊銀行當年是一樣的 Bail out 它泵水去給別人 不是Bail out這麼簡單 政府自己不會Bail out一間航空公司的 它是方便了 你的航空公司之間的互相consolidation 所以變了 就會出現一個很過癮的形勢 雖然表面上 你不是說全部都是United Air 但是 好像周年剛才都踢爆了 很多的關聯公司 聯營航空 互相支援 co-share 其實大家正在分析整體的砍流 否則它過不了經濟寒冬 那個monopoly就是這樣來 也就是說 因為美國人當年無可避免 犯了一個自己最大的經濟禁忌 就是壟斷 它容許你壟斷 通過壟斷你互相價格協調 如果是救了航空業 問到後果是什麽加科呢 你那些老闆不是臭串到爆了 你去看CEO幾個字 嚇人真 是被人插了很多視線出來 然後拼命踢爆出來 而且還要抹黑醫生 還要說別人是肌性 才是說別人被人釘牌 即是很適合 這些手段只有一種情況會出現 為什麼就是 我一向都拿血到結冰 什麼情況 環境可以容許你這樣做 不是他想不想的問題 因為他可以 是因為他能夠這樣判斷你 所以他就判斷你 壟斷必然會發生的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就是背後壟斷什麼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CEO可以串成這樣死的樣子 他不會有後果 因為他就是代表後果 但他可能有點忘記了 關公災難這段片 其實是在社交媒體製作出來 即是這些社交媒體 那個輿論是他自己控制不到 你多厲害的 都會有很多人去杯葛杯葛 很自然控制不到 所以他就股價插水 是啊 股價插水 不單止是這個新媒體發動 現在傳統媒體都幫忙抽水 你看看他的talk show 晚上那些night talk show Kimi Kimo 你有看 沒有看就看網上 嗯 煲一煲都抽水 抽水呢 就是用來做笑柄 但是始終這個是他們 是 美國人呢 這件事就很厲害的 做笑 找第二次創造 第二次創造 二次創造 第二次創造 還有找他做笑柄 譬如黑林這個特朗普呢 不如送一張United Airlines的機票給肥仔金 是啊是啊 哈哈哈哈 過來聊聊聊天 哈哈哈哈 明明不是的 怎麼可以搞 抽水抽到白了 他就說呢 我們不會打我們那些客人的 我們只是打擊對方 那些competitor 是的 激增對手 全美國呢 如果將這個 將這件事作為 啊 抽水 博物館呢 我怕這呢 都有百幾頁 哈哈 每個都找他們來抽水 是的 但是問題呢 你看一下他呢 股價呢 下跌了呢 就真是慘了 嗯 下跌了很 很大的幅度 其實總額是大 但是percentage不大的 其實percentage不大 這個星期每個股都下跌了很多 2.9% 不是很大的 不是很大的 賬面損失四十幾億 這個是真是基數大 但是人家這麼大的公司 反映到另一件過癮的事情 就是投資者呢 不似得傳媒上面 那麽 所謂一窩蜂的抽水 是啊 因為投資者是計算的 是啊 他計算是很簡單的數 除非說你的所謂boycott 即是不回答 這個杯葛的行公司 是真的會發生 他就會扔這些股票而已 他的market share 在那裡 又回到那裡 回到那裡 這件事 買得股票的那些人 尤其是基金經理 好像我這樣 冷血到爆 他計算一個很簡單的數 就是 到底有多少人 會boycott這個行公司 講會 所以就算出來的數 我給你3%是好的 我就選你3%股價 還有大家要想一下 這次很多人罵United 但其實他的旗下 例如說Republic 或者他有很多United Express 是有不同的品牌 除非每一個消費者 去搭他那個regional的廉航 或者他們內陸機的時候 查他的母公司是什麼 不是你不一定知道 他背後其實是哪個空 有些籌資者還冷血 還笑回頭 就是說 試一下我減價 你會不會不來 死定了 有些人是對付港豬的方法 所以說 其實真正性出問題的 什麼家科 就是只有一些壟斷的環境下 那些人才會abuse 而現在出現了這個形勢 肯定他是可以abuse 他才會abuse 所以說 你是一個惡性循環 如果你不打破這個壟斷 他們沒有自由競爭的話 他一樣可以橫行 放出這麼多的品牌 已經全部回腫了 你知道誰打誰嗎 你都不知道誰打誰 是啊 就算他不是一個控股關係 我做過航空 我都知道什麼事 他簡直是兩間航空公司之間 他的航線互讓已經搞定了 你鬼癡啊 你制止不了 所以變成真正性的問題出在哪裏 就是 美國的消費者 到底會不會懂得反省 去要求控制航空公司的服務 這個問題是大 這個就未必這麼高深 這個問題是大 而且你要記住 公主 我們有兩個問題很奇怪 這兩個問題都是源於美國的 請問請問 是 一個叫做新自由主義 這個就是任你怎麼搞市場決定 大市場小政府都是新自由主義的 那現在呢 是不是一個 現在這樣看呢 就不是一個新自由主義 不是決定到的 決定不到那個 這個供求關係 決定了這間公司存不存在 或者 賭不賭的 第二個問題 又是美國佬發明的 叫做 永遠是對的 但金平不是 這個觀念 這個觀念不是中國的 不是唐人觀念 是鬼佬觀念來的 英美觀念來的 但是呢 現在就剛剛跟這個觀念相反 嗯嗯 就是 烏克 一不正 就 賭賊你 所以呢 這兩個觀念 來自歐美 但是呢 就位於歐美 現在這個 這件事件 就很奇怪了 都不是這件事件發生先的啦 次官剛才說的 接近哲學層面的東西 盡量接招 其實次官說前後那兩個issue呢 反過來看是對的 首先說 這個資本主義經濟裡面 固惑永住對的這一句呢 是基本假設來的 又不是真理啊 那當然 自由主義 相對新自由主義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自由主義呢 是有一點接近次官說的那件事 是反過來是以你顧一下 權益先 是 而要求你那個經濟 是越少限制越好 也就是說 減少政府干預為之自由經濟 給市場去決定 給市場去決定 不是市場去決定 是市場去回應你那個消費者的要求 和權益嘛 是 就是以權利先的 所以自由主義是這件事 那它起碼會有一點 很過癮的 那個很微妙的分別在哪裡 新自由主義呢 就是在於到底 那個所謂權利方 是在供應方 還是在顧客方 新自由主義呢 是直接要求你政府 退出了規管供應方的 也就是說 當年華爾街的那些人 搞這麼多金融創新的那一下 牽涉到英國的所謂 Big Bang 解除銀行那個限制的那一下 由1998年 沒錯 新自由主義 那為什麼會有新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 其中一件事 歐美行了幾十年的資本主義經驗 所謂自由呢 就是要保障消費者權益優先 而要求政府不要限制你那些人的供應 但是後來保障不了 保障不了 就像愚眾過癮 就是說 到底你是不是要連供應方的自由 都要容許他有 所以才會出現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就是根據新自由主義的邏輯 政府退出了管制 就是企業行先的 所以為什麼United可以 可以兼聘這麼多航空公司 如果根據美國人當年 反壟斷法 是不讓你這樣做的 Antitrust Law是很大的事 所以新自由主義就是這樣 這麼忌諱一點 就是自由都不單止是顧客至上 甚至自由都是企業至上 而且你要記住 現在United被人罵 當然了 他們當然是壞 我自己都不回答他們 但是現在問題是 打人那個是個authorities 你要弄清楚這件事 還有你可能有個背景 我覺得911之後 美國的航空管制上 或者他們所有的保安上 是特別敏感的 不止特別敏感 你的權力大了很多 是的 你有警察 你會有一個警察 有時候會在美國飛 你會在美國飛 你在飛機擾讓 是比起20年前 是大件事的 對不對 覺得安全受威脅 對,安全受威脅 當然這次這樣打人當然是不對 但是我想跟一些用來做種族受惠的人說 其實中國人是醫生自己說的 其實周圍沒有人說的 我不明白 在大陸的微博一出那件事 那些誤無的事 我真的很反感 那件事 模糊了整個焦點 是 剛剛Jolin說的 所謂機場保安 或航保安 那一刻 其實嫌到什麼樣子 是啊 大家可能真的沒有留意什麼叫Air Marshal 是嗎 是Air Marshal 其實真的在飛機上 是有執勤人員 是有槍的 搞清楚這件事 有有有 以前呢 華航 華航呢 飛香港台灣呢 我經常都乘搭的 嗯 發現有一個呢 一定是坐在前面 近著機長的 是啊 近著駕駛艙的 是 有個帥仔 二十零歲 但是很健碩 那些女生呢 見到他就叫碎哥 現在叫小仙龍那些 哈哈哈哈 原來呢 那位碎哥呢 就是機裡面 其窗的保安 沒錯 一定有 一個至兩個 他除了搜查嚴密之外 還有一個 機上的保安 嗯 就不是好像美國那樣 什麼美國太密了 嗯 嗯 嗯 所以這個 這個 補充這個 嗯 但是呢 我想和 蕭先生和 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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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呢 就 現在是 萌芽期 不是啊 中了招很久的 不是啊 已經做了很久 不會搞到金字公是這樣 現在已經是惡果嚴重修成期的了 不是萌芽期 其實很多 現在呢 使得香港呢 現在 比如有領展 是啊 不是啊 比如有 董建華上台 就已經做了這件事了 是啊 是董建華做了這件事先的 是啊 私有化很多事情的時候已經是 那現在呢 這件事在香港呢 就已經 變成 地所當然的一個 經濟 很嚴重 為什麼上一次我直接說 決戰的時候 爆粗對觀眾 對中指就是這樣 你再跟我說的話 就是打你 就是害人不錢 是啊 害人不錢 你就想想一下 領展是怎麼來的呢 因為我身在其中 我知道 我直接說了內幕給大家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去聽的話 原本應該是決戰說的 是 當年 2005年 香港當時經濟畢竟 先說清楚 為了解決經濟畢竟 又是勞動搞了你 為了解決經濟畢竟 就想一件事叫私有化 說得好聽些叫市場化 就是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概念 就是說 不單止要令到顧客有權利的保障 他簡直是將這個企業的權利保障 都等和顧客一樣 那麼重要 甚至我覺得凌駕在顧客之上 於是發生了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2005年的時候 其實證監和聯交所 喊了一件事 當然有幾隻房托都排在上市 包括領會在內 但是領會的上市方式 就很奇特 因為它原本是由政府擁有的資產 變成公眾擁有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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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這些律師爭取出來 很過癮的結果 就是說 只有這一隻的資產 是完全沒有政府持股的股份 如果大家 回覆一下 看回這個 地鐵上市的時候 地鐵現在最大的股東 為什麼地鐵上市的時候 反而香港政府是保持最大的股東身份呢 新自由主義 真的 當時大家爭論到沒有什麼好爭論 到底政府應不應該留下投票權在這裏 過癮做什麼加科呢 居然爭論到一個很過癮的法律概念 如果政府留下一股那麼少 在零匯裏面的話 都會構成無窮無盡的利益衝突 例如 如果 他是這個領匯的股東 又是地鐵的股東 邏輯上 他就必定是會把地鐵優先照顧領匯的商場 通地鐵、通隧道等 諸如此類 因為地鐵很賺錢 其中一樣東西叫通道費 大家可能沒有留意這件事 我這些金融肥貓才知道 他其中一樣好賺錢是通道費 即是他建了一個地鐵站 他會不會在地鐵站裏面 加一條行人隧道去你的商場 是的 你如果ABCD出口 誰差到你那裏呢 其實 其實地產商是要付錢的 即是你要買個通道轉 這些叫過路費 大家 金融肥貓 我不知道會不會被人滅落敲 那些行家才知道 我不說 很多人都不理 那補油可以變成領匯資產 一定有 所以變成那個很過癮的法律爭招 就是如果政府保持著 在領匯裡面的投票權 就會造成一個無雄無盡的利益衝突 就是地鐵和政府擁有其他物業 一定會有一個所謂freeriding的概念 就是令到領匯會利益受損 施商受受 很過癮的 不是施商是名授的 名授 因為裡面都是股東 所以過癮再 如果你發覺地鐵上市沒有爭辯過這件事 這個法律觀點是怎麼來的呢 之不就是新自由主義 就是要你政府完全退出經濟環節 令你企業完全自主權 所以那一刻爭辯到沒有爭辯 最後政府居然決定完全撤出 當然也有另一個很過癮的關係 很多人沒有留意當年董建華政府裡面 那班所謂顧問行政會議 和那些金融機構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會聽銀行家說呢 是一個很過癮的背景 大家有時間去研究一下 當年反對得最激烈的叫做鄭大班 有留意鄭大班當年一周刊爆的資料 大家回去收集一下這些材料看看 這些不是消失港元來的 但是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影響 所以董建華上台 商人治港為什麼殺傷力這麼大呢 就是說商人治港裡面還要加多一件事 就是這些傢伙是用新自由主義的理論 去管治香港這個自由主義的經濟 當然是你撞板 即是雪上家商 所以你發覺他撤出了很多所謂的公共領域 包括了福利啊 包括了住屋啊 包括了醫療 都想你自己自由化 市場化 有很多照計應該是由政府負責的東西 他就是用利益衝突 這句要求政府撤退 其實我看過很多外國一些經濟學家 看香港是 香港經常不是什麼 以前在報紙上 我想大家都有看到 非常自豪 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 但我覺得所有很多經濟學家都說 自由的經濟走到一個位置 是繁榮的一段時間 但當你的資本上 開始慢慢被市場上壟斷 或者你貧富完畜 加劇之後 我們現在香港就是在吃這種 自由Laser Fair Economy 的惡果 是這個森林定律來的 所以變成那些所謂新自由主義的理論 真是假 大家看到結果如何 英國人是聰明 無胡邏輯 不跟你講這件事 英國人說的那句 是積極不干預的 英國人非常明白一件事 就是沒有秩序 是不會有自由的 搞清楚這件事 不是強權下來 限制你的人 一定要跟進一條隊 不是這個概念 英國人所理解到的 如果不是由政府 確保到某一些民生的必須 得到他有能力干預的話 你的所謂表面的自由與繁榮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 其實很不同 就是你 英國人在這的時候 很多事情 背後他還在拿著裝 可能有什麼事 不平衡 他可以調停 但董建華治港之後 他是給了你那些商家 叫你拿裝 但他的裝是他贏了的裝 商人治港 商人治港 你要沒有官商勾結 沒有可能 一天那些商已經變了官 所以我們回歸二十年 怎麼會搞到這麼多 市民睡心火月 這麼多矛盾 就是屋都沒得住 這麼多職願 其實大家要想一下 新自由主義 有一件事 是相當棘手的 一旦你這個社會 是新自由主義 而行先作為經濟的一個隻骨 你後來怎樣都沒有法子 或者很難 將它慢慢 或者很快地清除 做了之後 自然製造了一幫叫做財佛 這幫大哥勢力越來越大 但是你沒有可能 屋子涌得塌 所以 接著後面 你就看到了 香港的政治和經濟 真的不能夠脫勾的 還有呢 以後呢 是 以後呢 就是見到這幫財佛 影響了所有的選舉 是 影響了全社會的秩序 次官說得很對 我覺得 所以你說 霸權者 霸權也不是地產那麼簡單 那些人呢 將那個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只是Penalize 了 對著這個 地產霸權 其實呢 金融霸權 零售業霸權 開餐廳霸權呢 立法會裡面呢 或者行政會議裡面呢 都會形成這堆大哥呢 所謂財佛的大的霸權在這裡 這個是最大的矛盾之一 你不是以為呢 過癮 就是資本主義 後來呢 你弄一弄一弄 你就知道這個矛盾 是很難 這塊石很難化的 很難化 不是化不了 很難化的 所以呢 新自由主義 我們剛剛提出來 很粗淺的 跟大家講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呢 其實就是後面 原來剛才我們很多問題的核心來的 你能不理解這個問題的關聯呢 就後面很多問題解釋不了 解釋不了 包括這個聯合航空 這次搞的事情呢 都其實後面呢 是關聯到新自由主義 這個專利的問題 是 還有這個新自由主義呢 我覺得 另外我想說 刺官大到呢 就是 你要記住 新自由主義這個 這樣的 節託在西方 特別這個 Enlightenment 之後去講 很多人 常常想 新自由主義是經濟 但是 那一套 整套節託衍生出來 都是講人權 是社會權益 是社會權益 如果香港 比美國還差 就是我們有 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體系 但是配合不到人權 和政治上的發展 如果你不保障 普通的人權 社會上民生的權力 這些所謂的新自由主義 以人為本的權力 那你又怎可以制衡到 那種 不用想制衡了 Economist 13年 出過一個很過勁的統計 我本書都封了出來 就叫做 Crony Economy的排名 就是群大資本主義排名 為什麼美國說了很多年 Crony Capitalism 其實有得計 就是說 到底你的相關的財閥 在經濟中的主導能力 官商勾結 我還沒說官商勾結 這件事 純粹是財閥主導能力 強與弱的問題 你猜一下全日的排名 哪裏最高 不知道 我們偉大的香港 香港 香港是在這個 經濟學人 群大經濟 排名裏 排全球第一 那你現在明白為什麼 只不過分別是 什麼加科呢 美國那種壟斷 就是找人上機 用公權力 來打你私人合同的顧客 香港 香港就用公權力去拆你的房子 踢你的屋子 踢你的屋子 一模一模 但是你要記住 你在美國不同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 很多年前已經說 美國這個社會 很禮物 中文的意思就是 空而什麼都可以打官司 但是你要記住 在美國的法英系統 起碼他多給你一種方法 去拿回一些東西去 你可以報仇 你明白嗎 你吸煙 至少要有法律保障 有法律保障 你可以class action 你可以舒服motional distress 有集體訴訟的權力 但是你香港 如果今時今日 這件事在香港航空公司發生 有人被人踢落 你可不可以 訴訟拿回多少錢 說回最簡單的分別 美國的法律 是要求每一個上法庭的犯人 都必須要得到法律代表的服務 那你香港都有 發援是有篩選機制的 但其實美國的legal aid 都不是完全好 不是完全 但起碼你有 香港的法援是隨時隨時沒有的 你看最近這些傢伙上法庭 打DQ 你試一下 政府用幾支重炮對著你 你自己搞定 所以看得到為什麼 香港的crony economy 的排名 就是裙帶資本主要的排名 可以榮登世界榜首 那你明白為什麼 連你的法律保障都沒有 香港雖然是司法獨立 但是法律除了法庭的運作之外 有很多配套的服務 例如法援 明白嗎 所以很多程序中間的細節 是令到你真的 吵爆腦 例如說 有些人是十年都不會被人起訴的 有些 就四十個人漏東西 上門桌你 為什麼 執法不是法庭的事 起不起訴 不是法庭的事 明白嗎 所以當你行政主導的時候 再加上你新自由主義 會變成什麼家科 就是這些 還有香港人本身不信奉 那種個人的權利 個人權利的保障 他不相信 可能覺得你多時候很吵 就是想他叫他 叫他收聲 而不是會尊重別人發聲的權力 你妨礙別人混食 就慘過殺人父母 可能很多美國人 他們可能 就算有些人說很討厭美國的美帝 但是別人有的事情 就是說 我有我的言論自由 我有我的 即我未必會同意你的觀點 但是我會捍衛你 發言的權力 這是因為他們在他們的 Constitution 他們的憲法裡面 是說得很明 是有幾百年律師的 他們立國也是基於這個 對 人家那個基石 這是人家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石 當然美國現在本身有很多問題 但是不是解決不了 人家立國就是基於這個 就是人權行事 至少你美國現在參參當選了 你CNN或者很多 你好像阿次官剛才說的 Late Night Show的主持 現在幾高修時 慢慢抽到參參稅 很多人聽 很多人看 這是另一個人 阿次官留意香港的傳媒生態 多不健康 沒有啦 你香港沒有嘛 你香港真的有中肯公平的評論 你真的有第四個國家嗎 所謂第四權 自由言論 這是什麼 很難說 所以變成了 其實有很多事情 大家不要看得這麼簡單 網上的起哄 打華人 這麼簡單 牽涉到很多事情 我們自己都要反省 香港人都要反省 不要用一個這麼情緒化的反應 看到那個人是華人 就把那件事的焦點放下去 其實背後是有更加多 值得探討的事情 人家只不過一個顧客 被人打到血流披免 拖下飛機 就覺得很大件事 那你想一下 現在你去拆人條村 趕人下街 讓人躺街又如何呢 沒有人想這件事 其實一模一樣 用公權來行私利 既然 如果 是 始官說 是 你剛剛又上來講 我剛剛上來 我覺得既然在這裡指定江山 說別人國家 怎樣對自己的少數族 不如我們香港人想想 香港政府怎樣對香港人 我們怎樣對付我們自己的人好 好像微博 或者香港人的敏感 在這裡插插的時候 想回自己 沒錯 貓貓出來跟大家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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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